您好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4月2号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银馨怡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核能安全的议题 检业长吴敦毅今天视察核四场 还罕见的开放三位反核代表进入参观 并让他们畅所欲言 表达他们的意见 反核代表要吴敦毅回答 有没有可能做出核四不商转的决定 吴敦毅表示盖好却不商转是不合逻辑 不过他强调核四将来市营运 会请国际级的专家进行最后把关 如果不安全就不商转 行政院长吴敦毅视察核四 比预定行程硬制延后的约两个小时才结束 因为主动开放了反核代表入内参与讨论 表达意见 不过现场却像是台电影反核代表的辩论会 吴敦毅几乎是不打断 让各方畅所欲言 但是最后反核代表要吴敦毅回答 是否会做出不让核四商转的决定 吴敦毅表示如同马总统宣示的 没有核安就没有台湾 但是如果盖完不商转 在逻辑上有困难 那世界上很难有一个逻辑说 把它开完吧 那不商转 这个它有比较困难 你如果明知道是不商转 我们还不说同情 要同一个千里 这样我们还要同情 对不对 吴敦毅强调核四在市营运时 还会请国际级的专家进行最后的体检 不安全就不做了 一定会做到万无一失 才会填装燃料棒 吴敦毅说核四安不安全 事关一身荣誉 如果核四挂了 包括核四的员工 台电董事长 经济部圆能会等首长 还有他个人名誉也会挂 所以绝对会用最严谨的态度 把他做好 另外圆能会和气象局持续侦测空气中的辐射值 圆能会指出根据最新监测 如果日本核电厂有新的辐射外泄 依风向轨迹在四月六号和七号这两天 最可能飘到离台湾恒春最近的位置 云能会表示会尽所有能力 预先告知民众任何最新状况 记者王岐如 陈昌伟新北市报道 前院长吴敦毅到核四来视察 而当地返核的民众早就拉起布条在门口抗议 虽然亲耳听到院长保证 核四一定会在确保安全无余之后才会营运 不过居民还是很质疑 核四去年首度市营运就发生四次大火 直让人觉得很害怕 环保团体也指出 核四在兴建过程当中不但施工品质有问题 而且还很多问题 要怎么样确定安全 带你来看看 早就等在核四门口 供料居民拉布条大声抗议 就是想当面要求行政院长吴敦毅停检核四 果真见到院长本人想讲的话还是一样 看到居民抗议吴敦毅走下车 接受陈情 更保证再保证 核四一定会确保安全后才营运 不过所有记录都让军云直摇头 2009年3月光是一场台风 就让核四反应器厂房淹水损失四千万 而从去年开始试营运 当地居民就听到负面消息不断 让他们直冒冷汗 有年一年七四次放四次 最多 最多四十八点都停电 为了七核四而已 你今天是人家放不下 人家放哪都去哪 已经分裂了 我看我们是没有了 曾经有日本核电监督专家 来到核四参观 指出施工现场混乱缺乏监督 环保团体表示 不只施工品质很糟 核四跟包商的官司一大堆 还在未经原厂奇异公司同意 擅自更改设计跟规格 种种证据都叫人无法相信 核四是安全的 其实都一直修改来修改去 然后到现在系统还非常不稳定 我们最害怕的事当然就是说 他在很不稳定的状况运转 那他那个不稳定性 之后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问题 十多年来持续返核的公寮居民正规 核四就是拼装机安全堪率 要避免日本福岛的灾难 发生在台湾 就是别让核四营运 不然到时候不止当地受害 连大台北地区 包括总统和行政院长 都会变成三名 记者邻居们谢麒文 新北市报道 新竹市国三女生遭到霸凌事件 引起全国的关注 网友们在网路上自发性发起 反霸凌游行活动 今天中午大约有六百多名 来自各地的网友 具体在新竹火车站前 高喊反霸凌反暴力 呼吁政府要重视校园霸凌的问题 不过令人很意外的是 新竹市长许明才 跟国民党立委邱毅 也现身在游行队伍当中 邱毅还当场承诺 将在立法院推动反霸凌法 新竹市国三女生遭霸凌事件 网路上网友发起反霸凌游行 来自北中南各地的网友 齐聚新竹 大家手持反霸凌标语 要暴力滚出校园 有年轻夫妻 带着一岁多的孩子前来参加 也有网友一早就重新装 骑自行车南下 你又要我们多生 然后可是 那我们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之后 然后小孩子可能又被欺负之类的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看到那个 就是有这样的活动 然后我们希望给我们 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 来自各地的网友 一路高喊反霸凌反暴力的口号 从新竹火车站经过东门远环 一路走到市政府前 立委邱毅也特地南下参与 他表示现行的儿哨法保护必不够 将推反霸凌法 而也加入游行行列的新竹市长 许民财当众宇诺 一定会签署反霸凌法案 把暴力赶出校园 同时许民财表示 市府将成立反霸凌小组 专责处理霸凌事件 而整场游行活动 历时约三个小时 而受害的国三女学生 在部落格上感谢大家关心 并没有现身游行场合 记者的文新竹报导